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华为的孟晚舟被捕事件 中国通讯剂投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 同时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 最近在加拿大被捕 并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中国外交部立即向美加两国严正交涉 要求立即释放 但是诡异的是 孟晚舟本人申请了媒体禁制令 使美加当局无法公开她被捕的原因 那么如果孟晚舟是中国当局声称的那样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那么她本人为何要求美加两国不公布她被捕的原因 川普政府在贸易战停战90天期间 高调处理此事 是否会为双方的谈判加温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宫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报道说 孟晚舟向加拿大当局申请了媒体禁制令 使当局无法公开她被捕的原因 你认为她这样做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国家 因此一个被扣的人或者被捕的人 她有她的司法中的人权或者司法保障 那么孟晚舟向加拿大的法院申请了禁制令 说不让法院向媒体透露她被捕的原因 这说明她本身认为她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心虚 那么中国政府的说法反而就显得相形见着 因为中国政府说 一个中国公民没有触犯加拿大或美国的任何法律 被逮捕是对人权的侵犯 而且要求美加两国放人 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对照 那么由于这个媒体禁制令 使媒体和加拿大司法部不好表态 但是综合各方媒体来显示 这个孟晚舟所犯的法律 美国是有确凿的证据 其中主要的导火说就是华为公司向伊朗出售 这个美国制裁下的违禁产品 其中包括孟晚舟亲自签名的文件 把这个美国的计算机设备提供给伊朗 还有美国的这个天线设备提供给伊朗 因为她本人在内部的亲自签名 这据我所知 好的 杨建立先生 您觉得您对于这个孟晚舟这个要求 您是怎么看的 好 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 还没有理清 就是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介入的 孟晚舟是12月1号被捕的 但是中国政府公开的表态是12月5号 那作为这个加拿大的司法这个的法律 他这个抓捕任何人 得及时的通知家属 换句话讲 就是孟晚舟被抓的不久 她的家属或者是这个华为公司 就会得到了她被捕的消息 那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中国政府的介入是早于12月5号 而在之间呢 这个包括这个媒体禁止令 都有中国政府的建议在里边 因为这个华为的确是设计了 太多的中国的秘密 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太重要战略性的一个公司 中国政府和他的关系 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秘密 那这是中国政府的介入 当然他就会建议他 有这个媒体的禁止令 让这个案子所设计的一些信息 尽量的不能够公布于众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都知道孟晚舟 她有她的身份 公开身份 任正非的女儿 什么华为的 首席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 但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大家需要追问的 它是哪个国的国籍 就是加拿大抓她 是抓她一个加拿大公民 还是中国公民 或者是以什么法来抓她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追究的 好的 好 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 我觉得从孟晚舟的角度来看 它恐怕属于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它会要求有这种劲爆的令 这个gag order 那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是因为 它有许多的秘密了 它不希望公开讨论 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 它到底是加拿大公民 还是美国公民 还是中国公民 那么这里面恐怕了 我们最后会发现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作为它卷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在全球 是引起股市震荡的 那么任何的这种公开 那么对华为和对它个人 或者对它家庭 我想短期的 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面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它出于对自己的家庭 和对公司的民生考虑了 这个事情也不必的态度的去炒作 那么第三 因为它面临着这个地解令 那么遣返这个里面 还涉及到一个司法过程 它也会担心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 如果政治化程度过高的话 可能会使得它的 许多的司法的很多一些作为 恐怕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从它的角度来说 低调进行 比目前一下子 把它给扯得很高调了 我觉得恐怕是 更安全的一个战略 虽然也许孟晚舟本人希望低调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方面是比较高调 我们知道按理说 美加司法当局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 可能不会采取逮捕孟晚舟的行动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当局一口咬定孟晚舟的这个清白 而且中国的官媒也是口口声声是严正 非常严正的这个态度对美加 那么你觉得是不是中国方面 反而可能把自己未来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呢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您的分析 对中国政府这种说法 首先是让他自己陷入了一种 就是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其实在中国国内我注意到 这个舆论上有两种分歧 一种舆论由中宣部 这个王沪宁所主导的舆论 这个五毛党相当活跃 群企出动 而在网站上大肆活跃 海内外的这个中文网站上 为华为或者是孟晚舟进行辩护 甚至说这个华为是个民营企业 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 好像是这个美国在逮捕这个中国人 是一种报复 那么另一种舆论呢 是以环球时报为首的舆论呢 却在说这个要克制冷静 要这个专注于中美之间的谈判 当然它这个环球时报也指控说 美国以流氓手段对待这个事情 如果说这个美国依法办事 成了流氓手段 那中共那个无法无天 那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好了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表态呢 漏洞百出 它说是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 怎么知道的 中国政府怎么知道 你又不是加拿大政府 你又不是美国政府 你也不是司法部 你又不是美国的检察官和法院 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大化了 让人觉得漏洞很大 另外提到刚才建立和下面提到身份问题 其实根据各方消息来显示 这个作为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 最高财务官 创始人认证费的女儿 也就是实际上现在华为公司的实际掌门人 这个孟晚舟 她的身份成疑 她当然是在中国出生 在中国上大学 但是不同报道显示 她有香港身份 因为香港跟中国是一国两制 因为香港身份是非常特别的 像中国有些演员就取得香港身份 作为自己的保护 同时呢 另外一些报道显示 她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一般出入加拿大的人 而加拿大的绿卡和公民身份 是非常容易取得 所以她有可能具有多重身份 根据中国的法律 如果你有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 那中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 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个发言呢 漏洞百出 有可能在下一步的这个 一些进展之后 给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不利 限于被动 好的 杨洁丁先生 我们知道华为一直否认和 有政府的背景 或者跟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但是我们如果想想 如果是一位普通商业公司的高管 在海外被捕 比如说像林强东这种事情 中国的外交部会如此强硬的 严正交涉吗 那么中国当局的这个强烈反应 那么一些人认为 是不是反证了华为和政府的 这个密切的关系 您是怎么看的 主持人提着问题非常好 如果是另外一个公司 哪怕是很大的公司 不涉及到这么严重的战略问题的话 中国政府不会做这么强烈的反应 那正因为华为它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和军方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而且有很多的资料显示 它这个服务于中国的战略 因为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私企 你就是就算你是私企 你如果是具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话 中国政府不可能不介入 而且你不可能不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战略目的 所以说它这个公司是非常明显的 以这个民营的名义 实际上它是官方控制的一个公司 在十年前这个公司就有三百多个党支部 中共党支部 当时就有一万两千个中共党员 你想现在它的这个职工也不过就是十八万 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已经有一万两千的党员 除非你认为共产党是个民间组织 要不然的话 这个你说华为是个民间的企业 这个很难置信 好的 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 刚才也讲到了 就说因为美加两国 如果要由美国的那个司法部 向加拿大要求这种就是引渡了 而且是带美国了 这边就是把它给抓捕的话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这个抓捕的人 他被起诉的这个罪行 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共同被认定了 那么是可以那个被起诉 是一个罪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加拿大跟美国合作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加拿大 他是认同美国的这个动机 或者他的起诉的这个罪行 是加拿大接受的 那么另外如果你看到 就是说美国跟加拿大 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 里边现在就说 因为有我刚才说的 这个报纸新闻媒体这个禁令 这个禁报令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很多的信息 但是根据美国这方面透露的信息 那么有几个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一个从2016年 美国就开始了 就是调查华为的 涉及到那个就是给伊朗转移技术 这里边呢 中国的许多的那个听众或者观众 或者有一些就是作者 也就是说 美国有什么权力去干预华为 美国呢 是不是在行使自外法权 其中有个最根本的就在于 因为华为呢 它在这个制造链条上了 它的很多的内在的核心技术了 是从美国来的 那么比如说 这里面涉及到一项交易了 那么就是惠普的这个技术了 那么是转让给就是华为的 所以在这个技术转让书里边呢 华为呢是有承诺 它是不会转让给第三方 同时的话呢 也有承诺了 就是如果美国 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了 它不希望美国的技术 转给它受制裁的国家 那么任何跟美国合作的公司了 那么作为一种商务这种条例了 它有那个义务了遵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了 美国就认为 就说华为了 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事件的出来了 跟中兴呢 其实当时就已经冒出了端倪 因为中兴呢 把就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公司 那个转让技术 或者违背这些那个禁运令呢 比他还厉害 那么就讲到这是一个F7公司 那么F7呢 就在他们的那个暗号里面呢 就是夫妻的意思 而夫妻呢 就是华为 就是husband 那个and wife 那么这样来的 而且据说任正非 和他的另外一位执行官呢 这个男女呢 就说形同夫妻的感觉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了 华为呢 早已经进入到美国的视线 而这一次呢 据说爆料呢 是因为有汇丰银行里边 有美国的这边呢 就是监督的一个官员呢 发现了里边 有那个不正当的这个钱的交易 所以呢 向美国的这个法院呢 那么就是通报了这里边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里边呢 如果随着案情的逐渐之间的深入了 尤其是庭审开始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里边 更多的那个秘密情况 对 好的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 就您的了解 就是任正非的这个 华为跟中共的关系 或者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看看您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消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华为公司从一成立以来 就是中国政府的背景 军方的背景和中共党的背景 在2011年 奥巴马政府这个阻止 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三业公司的时候 就做了详细的说明 其中任正非是中共的资深党员 是红二代出身 他是解放军的 上校军线 从解放军退下来之后 他创办了这个华为在深圳 那么他的当时的资金来源 是军方背景的香港公司 这个华为当时 从一创办开始就得到了中共 在技术上中共军方无限支持 在资金上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银行的无限支持 就是国有银行的无限融资的支持 说是华为迅速壮大 而这个任正非本身的背景就是重量级的共产党员 在奥巴马政府的文件中指控他是中国内部重量级人物 还不是一般的人物 恐怕还兼有国安间谍等多重的色彩 而华为出示华人的董事长的多任董事长都是国安背景 比如说李亚芳 他就是国安部的官员 说他前不久退了下去 他现在是轮值的董事长的制度 那么在创办过程中 他是大量的盗版盗窃违反 可以说是触犯了国内外的所有的各项法律 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 这个华为公司就被美国的Sysco公司 Sysco公司指控盗窃他们的原代码 还有盗版他们的路由器 后来这个在起诉到法院 后来这个法院判决过程中 华为最后不知 最后就放弃这个运输而已 庭外和解 巨额赔偿的方式 跟Sysco公司了结 在2004年的一次 这个芝加哥的展览上 这个华为公司被发现了 这个偷拍日本的这个富士产品系列 和日本公司提出抗议 华为来就开除了这个偷拍的工程师 说是个人行为 随后华为卷入了很多 像美国这个拒绝他购买 这个美国的商业公司 Sysway Leaf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这之前 他就严重盗版 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这个技术 所以拒绝他购买这个商业公司 然后华为除了这个盗版盗窃以外 华为公司关键的是 刚才夏明提到2016年 其实比这个更早 华为早就在违反美国的禁令 像这个什么伊朗 北朝鲜 苏丹 这个古巴 还有这个叙利亚 以及当时911之前的塔利班 就是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提供 实际上911事件是2001年9月11号发生 就在头一天9月10号 华为就跟塔利班政权签署了这个10年 铺设光电缆的这么一个协议 第二天就爆发了 911事件 他在之前最早还支持过 萨达姆的 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 这个在电讯通讯方面 所以一路支持这个独裁政权下来 一直到严重违反美国的这个制裁精力 对伊朗和朝鲜提供设备 也就是说刚才下面提到说 这个有的中国一些五毛党想不通呢 有人说之外法权还要补充一点 不仅是他跟美国有协议 最重要的是 华为在美国有开设公司 在加拿大有开设公司 结果按照中国的说法 要吃美国的饭 扎美国的锅 他在美国开设公司 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引进输向美国的敌人 而且这个孟晚松本人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 我们要评估这个风险 如果收益比这个风险更大 我们就要收益 他说如果说 以违反美国法规为代价为成本 低于收益的话 我们可以做 他在内部说了 所以他是带头说 比中心公司做的还早 像伊朗和朝鲜扩散武器 所以这一系列的犯规行为 整个的犯规下来 触犯了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国际法 美国法律和加拿大法律 美国现在把它绳制以法 逮捕归案 诺网已经是行动的太晚了 当然亡羊补牢尤为未晚 好的 我们知道华为在美国的这个名声 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 不过还有一个 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对于华为的一个怀疑态度 就是华为作为一个 规模如此大的一个私营企业 那么现在是 相当于中国的苹果公司了 但是华为一直没有上市 像很多的这个 大的私营公司一样上市 这样呢就导致它的监管 就是外部没有办法 对它的账户啊 等等进行监管 所以这个也是让美国投资者 感到为难的一个因素 那么我想请杨洁丁先生分析一下 就是从中国政府 目前这个强硬的态度来看 你觉得这个事件 就是孟晚舟事件 是不是会影响美中 接下来的这个贸易谈判 就是说川普政府 在90天的这个停战期 高调的处理这个事情 你觉得是一个失策呢 还是说一个明智之举 您的看法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阴谋论 说这个12月1号 是这个川普这个谋划出来的 有意在这一天呢 抓捕那个孟晚舟 那我觉得我不太相信阴谋论 因为这个可能有这种阴谋论的人 是不了解美家的司法系统 对 因为这个作为这个美国的总统 他对这个司法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 他不像中兴 中兴那是一个行政命令 4月份的对中兴的处理 是由商务部的一个行政命令来做的 那个是白宫完全掌控的 现在对孟晚舟的抓捕 它是一个司法行动 司法行动呢 它在司法系统里进行做 所以这个美国的总统 加拿大的总理 对此的干预都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我相信白宫应该是 对这个行动有所知情 但不是他谋划的一个 哪一天的结果 所以我不相信这个阴谋论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政府现在与其说 它是强硬的反应 不如说它是仓促的反应 因为刚才我讲的 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12月1号这个孟晚舟被抓 中国政府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在12月5号这个消息被公开的时候 它这之前呢 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介入 进行外交斡旋 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结果 所以当这个媒体曝光的时候 中国政府仓促反应 这种反应应该说是可以看出来是非常仓促 而且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结果下的一种一般性的表述 虽然他用的词汇 我觉得这种词汇很强硬 但是你说让他说什么呢 他只能说这些话 不仅是这个事件 其他事件都是这样讲的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主持人问的 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事件对于中美贸易正在进行的谈判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在耿爽在接受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已经讲了 他这个把两个事情分开讲 他说至于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 会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 完成这个谈判 他没有说不会受阻 他只是做这样的表述 而就在这个商务部 中国的商务部 在昨天中午以后 有一个公开消息 就是说到 就是说中国有信心 可以在90天内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谈判 所以从这些信息来看 我觉得对中美现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 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影响 确实是中国已经在似乎在向美国表态 就是说这件事情 虽然中国希望处理 但是不会对这个90天的谈判 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 刚才有好些问题了 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华为公司 其实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私营公司 它比就是阿里巴巴还要大几倍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私募企业 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国营企业 它也不是上市企业 由于这种关系 那么就使得我们对它的公司结构 那么就非常的难以了解 所以它的公司结构 就非常隐秘和模糊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公司 包括在香港或在加拿大或在美国等等 那么它许多的公司 它的运作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涉及到很多的交易了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孟晚舟卷入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好的一些其他的公司 所以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那个就是任正非 那么何就是生亚方了 一个有军中的背景 一个有国安的背景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华为了 那么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 那么现在的话就说如果说华为 这个其实是那个下面的直接的新的继承人 因为任正非已经74岁了 所以下面的掌门人就应该是那个孟晚舟 那么如果说对他的抓捕 没有重大的那个冲击的话 那么这显然是低估了这个事情的意义 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突然把就是 苹果手机的那个Cook给抓捕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国际的这个金融的股市 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反弹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对中美谈判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对美国是好还是对美国坏 那么这种影响如此之大 那我相信在这里边 如果特朗普总统不知情 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 我觉得他是卷入是非常深的 而且他的这个贸易团队 人称是都是一些战狼 都是warriors 那我相信他们也会认为 这一举措是特朗普总统是乐见的 所以我相信尽管白宫现在说 特朗普总统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他们在运作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中 我相信一定会让白宫 甚至是特朗普那么知情 所以这里边作为特朗普总统 他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一个谈判的战略 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谈判中 是想让中国感觉到非常的尴尬 感觉到的就是说陷入被动 其实这个就是抓捕事件 其实我就觉得使中国陷入了无限的被动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 因为它里边如果涉及到的各种情报和信息的话 我觉得是牵涉到整个中国大的国际战略的问题 好的 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Eric Frederick的一位网友 他说一般中国人在美国被抓的领事馆 一般是不管的 但是对于一个加拿大国籍的人 却比本国人的待遇更好 有点匪夷所思 他说孟晚舟身上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中国没有双重国籍之说 如果你申请了其他国籍 那么就会自动的视为放弃中国国籍 还有一位叫Justin Liu的网友 他说从蒙中讲都讲了 他说像孟晚舟这种人也挺可怜的 给共党做了胡血炎 最后却得不到好下场 他说美国的这一招不仅是针对华为 也是让国内继续给共党卖命的那帮人看的 他说共产党现在很难办 如果不救他 以后国内给他们办脏事的人会越来越少 要是救吧 也要出卖一点利益给美国 一位叫上放洋人的人说 美国运用司法程序打击中国隐秘战线 已经成为新常态 中共得调整一下 自己以往近乎疯狂的战略思维了 他说孟晚舟被捕对川普而言 未必是她乐见的事 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法律的权柄不在权力人物的手中 如果为了顾及所谓中国人的面子 偏偏偏激地把这个事和贸易战纠缠起来 必然恶化局势 中国的受损面会扩大 还有一位叫Peter Gao的一位网友 他说中国的策略和川普一样 也是边打边谈 但不论怎么打 中国都不可能放弃 5G和某些科技领域 任何国家都一样 但是中国会尽力营救孟晚舟 他说在中国 华为就是5G 5G就是中国的未来 这也是底线 换作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最后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 他说美国政府很可能已经掌握了 华为违反协议 向伊朗出售禁运商品的证据 所以才会让加拿大采取行动 并进而实行引渡 证据很可能来自中芯公司的相关文件 华为被以F7的代码来表示 表明带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华为 与中芯一样 除了向流氓国家出售商品以外 还牵涉到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 尤其是以芯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 还有一位叫Justin Liu的观众朋友 他说华为通讯百度这种公司 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公司 和晚清的活血盐 差不多用不到就抛弃了 好的 我想再回到华为 我想请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华为最近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那么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 都相继取消全部或者部分的 跟华为的合作关系 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安全顾虑 那么从华为的背景和历史来看 这个公司的哪些技术 让西方国家感到忧虑或者是担心呢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 华为公司现在先后被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英国和日本 取消它的服务 明确中止它的服务 而英国要把它的四级服务 从华为中搏离出来 现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正在考虑中 而美国正在跟加拿大施压 要它拒绝华为的产品和技术 那么我想在全球一场围堵 围赖华为的行动正在举行 正在进行中 这个华为是咎由自取 因为它不仅是盗窃盗版 而且是大搞建立活动 不仅对其他文明国家搞建立活动 而且对中国人民大搞建立活动 比如华为生产了一个叫VCM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唯一的用户是中国公安部 这个项目就叫做视频监控系统 唯一的作用就是监控中国人民 所以监控中国广大的网民 然后华为在整个中国的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跟中兴进华等等这些公司 利用美国的技术 利用美国的芯片来监控中国人民 所以在整个范围来说 华为如果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说是中国是恶棍 华为是恶棍中的恶棍 华为是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在围堵它 它不仅仅是有这些 刚才提到这些行为 而间谍行为 而且它是搞政治现金腐败其他 腐蚀其他国家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那些议员或者议员的候选人 接到华为的现金 甚至把这些议员或者议员候选人 甚至把加拿大的官员 包括外交部长 财政大臣等等 请到深圳去做豪华的旅游 包这个机票 昂贵的机票 旅馆还有所谓的餐饮费等等 付出的非常的巨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甚至涉及了颠覆其他国家的民主 而华为把它的行为总结起来 它有两个个类的行为 刚才我提到一个行为是 在美国做生意 赚美国的钱 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递给美国的敌人 还有一个个类的行为就是 它在美国西方和文明世界赚钱 它是挖文明世界的墙角 就把文明世界的敌人武装起来 那就是像阿富汗 伊拉克 后来的伊朗 北朝鲜 古巴朝鲜 苏丹这些 这就是应验了 当时胡锦涛执政时代 中国运用学者说的一句话 说要敢于向朵语棚扔石头 就西方有个朵语棚 如果不让我们中共进去 我们就像这个朵语棚扔石头 扔石头就是打化胎的朵语棚 也就怎么扔呢 就武装美国的敌人 武装文明世界的敌人 所以华为就在这中 扮演了一个最坏的角色 代表政府扮演了这么一个 能够贵的角色 来威胁文明世界 杨建林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最担心的 就是说华为凭借 这个5G的这个技术能力 通过网络平台等 全方位的进入 美国的生活方方面面 就是能够不仅窃取信息 甚至扰乱美国的基础设施等等 你觉得这种担忧 在美国是被夸大了呢 还是说确实有道理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我们老是谈华为 华为到底涉及哪方面的问题 华为首先涉及到 全球的5G技术的竞争 而且华为在技术研发方面 投入的是所有的民营企业 加引号的民营企业 在世界上都是最大的 投入今年投入了 130亿美元进行研发 它的技术是非常领先的 第二它涉及到军事间谍行动 军事技术的间谍行动 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的侵害 然后还有伊朗的禁运 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 现在因为它是 另外它是手机 这个最大的第二大的供应商 换句话讲 就是说它借着它的先进的技术 来这个进入这个 像美国这种国家的基础生活 因为它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有些不懂技术 我也不懂技术 但是我请教了一些专家 他说网络和网络之间 进行连接的一些基础连接的设施 就是电信设施都是它来供应的 就是说换句话讲 当这个5G的技术普及的时候 所有连接的技术都是用华为的话 它会深入到这个人民的生活中去 当然它会涉及到这个军事的 这个基础设施等等 都在这个华为的威胁之下了 那华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司 当然除了它的商业行为以外 我和一个非常这个 知道内情的一个朋友 做过一次交谈 他说了几个华为的身份 我觉得值得在这里讲一下子 非常有意思 他说华为是中国现代兵工厂 现代兵工厂 这个大家去想想什么意思 第二 它是训练培养中国军事指挥官 现代指挥官的学校 另外刚才我们说了 是网络之间的连接的设备 中国的云计算的最大的中心 进行这个精细的计算 大规模的计算 模拟 也就反导弹系统的计算 都是通过华为的设备进行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对中国的战略的价值 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不可能是个纯粹的民营企业 这也是引起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关注 警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它的启发点 我们从司法的角度上来讲 不能说因为你是中国的军工厂 我就得治你 它必须符合法律 从法律的启发点上来讲 仍然是伊朗禁运问题 因为在刚才两位嘉宾 你能讲到了 最晚是美国在2016年 就开始对华为进行 伊朗禁运的调查 因为中兴作为电信设备供应商的竞争者 它一直在研究华为 其中一个秘密的文件被美国得到 它里边就讲的 华为是如何用白手套 向伊朗去出售禁运的科技 还有它的产品 所以美国从这样的证据上 入手 它是一种司法行动 它除了个战略上的考虑外 它的入手点 它的实行的手段 仍然是法律的 好的 夏明教授 对 因为我是认为了 就是华为了 目前的这个影响 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打乱了 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阵 而且我觉得是 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 因为美国政府 其实握着这个冒烟的枪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相信对中国政府来说 它如何就是管控这种 最终出现的这种破坏了 管控它这个目前的一个危机了 那我觉得恐怕是中国政府 那个必须的细细考虑的 因为随着就是华为 我们看到现在在引渡 那么今天正好在进行 引渡的这个听证 那么这个引渡到底是会多顺利 那么我相信华为的话 是会那个就是用英文里面来说 就会使尽牙齿和指甲了 来那个拼命的打 那么中国也会拼命的就帮助 就是在加拿大了 不会实行这个引渡程序 所以我们要看下面的引渡这个战 会到底打多久 因为有的说这种战争 也可能会打几个月都可能 那么所以我们要看的 就是说这个引渡战 然后如果引渡到美国 现在那个东部的联邦法庭 那么以后再有法庭的各种陈述 还有就是说那个孟晚舟 是不是可能会保释 那么如果保释的话 那个结局会怎么样 那么是不是他会被监视居住等等 或者他可不可以离开加拿大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耐心的关注 好的 待会我再请每位嘉宾 最后就这个话题 再做最后的点评 在此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 因为今天网友非常活跃 一位叫周英的网友 他说华为的任正非 是中共核心集团的核心成员 如果这次美国抓捕的 只是华为的某个高管 中共是根本不会在乎的 他说孟晚舟和华为高管的区别 就像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区别 前者是中共的自己人 后者只是中共核心利益集团的家奴 他说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出声明 中共外交部这次 对抓捕孟晚舟的快速抗议 都说明川普打蛇打到了七寸 一位叫Summerwear的一位网友 他说现在嫌疑犯都还没到美国 都还没有完成司法程序 中国政府就开始抗议了 他说请问他在抗议什么 抗议人家司法不公 还是抗议人家栽赃陷害 更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何以知道 孟晚舟没有违反法律 还有一位叫清宾云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哪里来的什么引擎 他说中心内部的资料都说了 要向华为学习 找白手套赚钱 玩手段要学老大华为 既然华为背后 做了那么多违规的事情 罪行累累 当然应该得到起诉 只是正值中美冲突期间 就更容易被中共指责 是美国借机对中国施压 一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说孟晚舟事件 说明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 是同样的充满着 官商勾结黑手操作的背景 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发展生存 美国司法部给中国 上了一堂法制课 有重大的意义 抓着了中共的七寸 还有一位叫庄昌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孟晚舟在加拿大 被捕事件 不仅美中在贸易问题上 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美国总统川普更不能 更无法容忍美国的科技 被盗窃和不当地 被转移到流氓国家 好的 最后 还有很多网友评论 实在没有时间 再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我想最后 请每位嘉宾 最后用半分钟的时间 或者一分钟的时间 来最后点评一下 孟晚舟事件 还有哪些可以值得看的看点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谜团等等 陈破空先生 请您先来谈一谈 首先必须回到12月1号 这个12月1号不是发生一件大事 三件四件大事 大家都知道 川习会在12月1号 在阿根廷登场 当时这个孟晚舟 还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张首胜 他们两人都要飞往阿根廷 参加个G20的一个参会 结果一个是在加拿大被扣被捕 另一个这个华裔科学家张首胜 跳楼自杀 而张首胜是一个 处置复旦大学的一个天才科学家 在美国是33岁就得了 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终身教授 他所研究的项目非常有成就 他和他的团队最有成就的 是叫量子自学霍尔效应 据说能够突破这个芯片的这个技术 叫超级芯片 或者是芯片中的革命 结果他一旦有成就 就被中共看上 然后这个尤其华为开始接近他 2017年4月1号 他去深圳参加个会议的时候 被华为终端公司的董事长余成东开车亲自接走 最后他在中国里面有被聘用清华大学的教授 被2009年被列为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就是牢狱计划 很容易在美国坐牢 所以这个张首胜而且出现了国家科学大会的颁奖 他不仅在美国欧洲这个响密无处得了很多奖 欧洲物理奖 在中国一个来颁了科学大奖 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结果他在获奖的那天 背后占了三个大人物 一个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个是总理李克强 再一个就是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王沪宁满怀深情的目光 看出他的后辈 对他这个负担效尤 爱不失守 恨不得从他身上挖出芯片 或者超级芯片来 结果这个张首胜被华为看中之后 想跟这个孟晚舟连妹 飞往这个阿根廷的途中 结果得知孟晚舟出事 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而是他受惊吓之后跳楼自杀 家人说忧郁症 跟国内忧郁症差不多 说那天还发生了很多大事情 我认为川普政府是一手硬一手软 跟按中国话说 一手软给中共方面一个宽限 90天来满足美国的要求 另一方面美国该干什么干什么 在12月1号下手不前不后 就对这个下手是一个重重的信号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权力的斗争 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全方位的 而且是不会放手 而且华为是触返了美中之间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中国制造2025 包括知识版权的盗版 还有美中国政府倾斜性支持资金 让华为在市场进行做不公平的竞争 所有的东西都犯了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无心之作 而是有心之为 是川普制约中共的一个重拳之一 好的 杨建立先生 孟晚舟被抓 我认为是华为开始衰落 是华罗衰落的开始 这个是对中国的战略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 那中国政府肯定要想办法去营救孟晚舟 但中国政府怎么营救 非常值得关注 第二呢 我再强调我不相信这个阴谋论 因为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司法系统 它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行政首脑的这个制定的时间 进行这个司法行动 但是我认为川普政府还有白宫知情 他是认可这种行为 而恰恰说明了司法行动独立性 才能够从另一方面证明 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全面的反制 不是川普一人所为 是全面的 是美国全面的这种反制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重视到这一点 好的 夏明教授 对 一个主要的我认为就是 以前美国对中国的所谓的制裁 都是对中国政府 对国家 结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了 他的中国的这些实际的操纵这些人 他可以在两种制度之间游走 他可以既给中国政府卖命 同时又在美国享受 或者在西方国家享受各种的国民的待遇 或者就是自由 或者高质量的生活等等 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 就是把这个打击了 就精准到个人 就像我们前面也看到的 前面也出现这样同样的手法 我觉得这种打击非常有效果 就在于许多中国的这些 中共的白手套等等 其实他们也在挖空党国的利益的 但是如果你不打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跟党国勾计在一起 在全球伤害中国人的长远利益 甚至伤害了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 和我们在海外华人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个人的利益 直接放在打击的范围内 精准打击的 我相信是会更有效 也更会有政策作用 好 最后我再引用几位网友评论 因为叫同事的网友 他说华为不仅危害 国际社会的民主和秩序 搞间谍活动 侵犯他国知识产权 还在帮助中共迫害中国人 他说我真的很悲哀 我在中国网站上 很多不知情的国人 都在大赞华为 他们不知道 华为手机的监控功能 将每一位用户的一言一行 掌握在中共的手中 不知害了多少 有良心的中国人 还有一位叫 竹西续话的网友 他说中美贸易战 90天暂时停火 加上这次华为被拘 可能会倒逼中国 再一次开启改革开放 只要有常识的领导人 就是为了保政权 也会做出与文明世界 接轨的选择 如果走上 闭关锁国的这个道路 中共也知道 变为朝鲜 就是最终的结果 还有一位叫 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 他说游走于香港 和欧洲北美的孟晚舟 就像30年代 中共派往上海 和香港的潘汉年 孟和潘虽然是 中共不同时代的匪谍 但他们的行为方式 没有本质的不同 他说共产党特务的下场 也都不会好 暴露身份会被党中央抛弃 回到党中央的身边 早晚会被当作叛徒 关进秦城 错就错在 他们知道党国太多 见不得人的秘密 最终的衣服 战友